我就是在2014年雨傘運動 最後旺角佔領區清場的時候 是其中一位被捕的 當時的被捕者有我身邊的兩位年輕的朋友 包括在內 事實上都有四十幾五十人 是因為那次的事 被控叫刑事藐視法庭 現在是陸續地受審 也有些人定了罪和判刑 各位 我要求政府 要將這個案子 在報告上寫得清清楚楚 因為我們叫做被控刑事藐視法庭 即是說我們市民去破壞法治 而這個案子和人權委員會 關注點是非常之關係的 在人權委員會 你們上次的報告裏 人權委員會提出關注 剛才卿姐說了其中一個 就是因為人大常委會 對《基本法》的釋法不受限制 是可能會破壞和削弱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 第二個他們的關注是甚麼呢 就是為何香港政府要保留 對於公約的二五條約 要保留 那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這兩個聯合國的關注 正正就是雨傘運動 正正就是我們被捕 即是叫刑事藐視法庭的被捕者 所面對的問題 為何有雨傘運動呢 就是因為人大831決定 人大831決定 人大831決定是基本法 人大釋法 僭建了由三部曲變成五部曲 然後呢 他又加一個決定 就是僭建中的僭建 麻煩你 在報告上寫清楚 不是可能削弱 而是直接已經削弱了 不斷削弱 香港的司法制度 法治和司法的獨立 你想想想 還要陸續有例 第二個就是我們雨傘運動 是誰呢 就是因為沒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這件事 就是人大831決定 令到 人大當時沒有叫一言九鼎 現在就叫一言九鼎 頂住我們香港人 所以 你想想我們香港 為何我們要走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你想想王振文 那個說我們香港人是花光咸腦袋的人 他當2002年都說過 就是說 就是說 人大的決定 人大常委會決定 其實應該有其他機構 就叫做 違憲審查權 應該有個架構去審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有沒有違反基本法 2002年王振文說的 有沒有